其实与宋江带领着梁山众位好汉 以及绍华山上的债主们楼楼们 购奔梁山坡 他们下了绍华山走了 盛在山上的这位宿远景宿太尉 加上几个御侯 还有这二百多个随从 随后也下了山 他们下山上哪啊 上华州 为什么要上华州呢 因为宿远景听宋江说了 说华州太守贺公已经被他给杀了 城里边还死了不少的官兵 究竟是一个什么景况 宿远景需要了解了解 因为他是奉旨到这来降乡的 华州出了这么大的事 回去之后他说不知道 那没法交代 他得了解清楚了 向皇上禀报 所以宿远景领着这帮人就进了华州了 一进华州城啊 一看这街里边的老百姓正在那弄着担架打扫死尸呢 官军们死了不少 大街小巷横堂 树卧都是尸体呀 宿远景这帮人这一进来 马上就有官军禀报给衙门里边的头领 现在这衙门里边的头领可不是贺太守了 贺太守一死就等于是群龙无首 谁顶替贺太守这个位置呢 衙门里边的师爷 这位师爷姓马 前些日子因为患病 一听说贺太守死了 不得不出来应撑这个摊子 一位师爷再加上两个孔木 他们正在衙门里边商议 怎么向朝里边禀报呢 有人说 说那太尉又来了 哥哥把师爷给吓坏了 立即吩咐组织兵马准备迎战 他们把这宿远景又当了宋江了 结果把队伍拉开 过了这一包围 宿远景费了很大的一方口舍 才解释清楚 哦感情这位 这是真正的太尉 这才把这太尉 请到了衙门里边大堂之上 向这位宿太尉 汇报整个事情的经过 其实这宿远景啊 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知道 可是他现在装傻充愣 为什么 宿远景被宋江等人 劫持到绍华山上这段事 他没明说 宿远景知道我要把这个事说漏 事情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边 我就得掉脑袋呀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的隐蔽下来 他相信能隐蔽得了 因为他手底这些御猴 包括这二百多个随从 一起都在山上被劫持了 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 谁脑袋上都得顶替着罪名 宿远景听他们汇报完了之后 马上起公文 把华州城里边发生的事情 在公文里边写清楚 然后呢 又到华山上去了一趟 他在上庙里边瞧瞧啊 看看这个金钟吊卦 卦上没有啊 来到这庙里一看 遇刺金钟吊卦已经悬卦起来了 宿远景心想 宋江替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 在庙里转了一圈 宿远景领着这帮人又回来 带着公文 在华州又逗留了一日 转天回转东京汴梁 他向皇上禀报去了 皇上得往华州这个地方 再派新官 对华州地方的善后处理 得有一番布置安排 这个咱就不提了 宋江呢 和邵华山上的几位寨主 来到了水破梁山 到梁山上 朝天王朝盖摆队迎接 因为他知道啊 宋江此去邵华山 招募这几位寨主 虽然是经过了一番曲折 经过了一番险境 但终归是得胜而回 所以水破梁山上 大牌艳艳是庆贺三天啊 这三天之内 这梁山寨里边只听见 悲公胖响 话全行令 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 高兴 梁山上的众位将士 可以说是精神抖操 斗志昂扬 水破梁山 人是越来越多 物资越来越丰厚 官府对他们越来越害怕 很多小股的陆林英雄好汉 一看梁山已经成了大气候了 他们纷纷投奔梁山 前来入伙 比方说吧 最大的有一支队伍 就是徐州配县 莽荡山 有一位大寨主 人送外号混世魔王 他叫樊瑞 这混世魔王樊瑞 带着两个富寨主 一个叫飞天大圣 离滚 一个叫八倍 讹渣相冲 三位寨主 领着一千名喽啰 构本梁山上 来投诚入伍 因为这樊瑞呀 他的老师是一个道长 这位道长呢 跟入云龙公孙盛 是师兄弟 从这一点上 樊瑞来投奔公孙盛来了 同时呢 他也仰慕宋公明朝盖的声骂 他往梁山上这一来 梁山上的众位弟兄 对樊瑞这支队伍 又是表示欢迎 百对相迎上到梁山 又是摆开了酒席 庆贺一番 梁山上 简直说吧 喜事接连 光阴仍然 又到了春天了 这一天 水亭朱贵 突然跑到了梁山寨上 向朝盖和宋江禀报 说启禀二位寨主 现在 在我水亭的酒店 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口口声声 要到梁山入伙 同时呢 还说给大寨主带了一匹宝马 我问他那马在哪呢 他也不跟我说 说非得见到寨主 才跟您讲呢 朝盖一听 此人从何处而来呢 朱贵说这个人挺怪 他说不见到寨主 他什么也不讲 朝盖个好吧 既然如此说来 就请他上山 好 朱贵下山之后 就把这位给领来了 倒在了聚意厅外 朱贵进里边禀报 寨主 这个人已经来了 现在聚意厅外 等候您的传唤 朝盖看了看宋江 那就让他进来吧 好 请他进来 是 说了一声 有请 朱贵到外边 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 这个人望着聚意厅里边一走 聚意厅两旁边 梁山城的众位首领 定睛一看 大家伙都有点发愣 愣什么呀 因为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 有点欲众不同 长得长发脸 很瘦 高颧骨 骨鼻子 他眼壳 中等的身材 干巴巴的一身 骨头架子 但是瞅着不是有病 而是天生就这种体型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他这脑的头发 这头发 金黄色 哎呀 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说话了 嘿嘿 你瞧见没有 咱们梁山寨 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 啊 不但他娘的中国人来投奔梁山 现在外国人都来投梁山了 戴宗一捅他 别胡说 你说这小子不是外国人吗 哦 这头发怎么焦黄呢 听着吧 瞎说什么 让人听着不好 哎好 咱少说为家 就看那个人进来 由朱贵给他引荐 先向朝盖和宋江 施一大礼 施完礼之后 朝盖吩咐来啊 给看座 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 让他坐下 朝盖说 请问这位壮士 你由何处而来 尊姓大名啊 小人 我是桌州人士 我呢 不是从桌州来 祖记是桌州 一直在口外犯马呀 我姓段 叫段井柱 江湖上 大家伙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 因为我这个头发 长得特别黄 人送外号 金毛犬 他一说这金毛犬 两旁边这些首领 传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 嘿 大伙 这面起挺好 金毛犬 大伙这一笑呢 段井柱还做了一番解释 就是啊 我这个头发 也不知为什么 他就这么黄 胎着带着 其实我爹呀 也不是黄头发 他是黑头发 李逵在旁边又轻轻嘀咕了一句 嘿嘿 那他娘得差了肿了 戴宗一捅他 瞎嘀咕什么 让人一听见 不恨你吗 好 我不说 他没听着 我爹头发不黄 但是 据说我老爷爷头发黄 这可能叫隔代相传 我这个人 自有父母双亡 家里边房屋一间 地屋一笼啊 后来呢 我就到北口外去犯野马 犯野马挣不了几个钱 有时候赚了 有时候赔了 赔和赚呢 也就是出入相抵 所以我到了三十岁了 还是孤身一个人 也没成家 也没立业 到哪一走 我是腿肚子贴灶 爷人走加班 我总想啊 到三十了 作为男子汉 堂堂七尺区 总得干点稳当的事业 可是我能干什么呢 充气量 只不过就是个犯马的 谁能喜欢我这样的人呢 有些投奔官府 官府中绝不能要我这样的人 我到官府里边也就给人家拉马 追凳 现在大宋国朝一片昏庸 到处都是贪官污吏 我给这些贪官污吏们去拉马 追凳 我还于心不忍 俗话说呀 能给好汉子拉马追凳 不给赖汉子当祖宗 这伙子人 让我给他当祖宗还差不多 我不能当他的奴辈 我前思后想啊 最终想了这样一个主意 我要找一个山头 真正的露林豪杰聚集的地方 到了去入伙 终生就当一个露林英雄 就这样我愿足矣 可是我投靠谁呢 我打听了很多地方 有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 有的就是骚扰百姓 都不是正知正派的露林豪杰 最终 我知道梁山破的英雄好汉 人人提起来 手去一只 托塔天王朝盖 吉士与宋江 这两位债主 可以说替天兴道 杀奸出宁 杀赃官捉恶罢解恶安良 老百姓有口皆悲 人人成颂 因此我下定决心 就投靠二位债主了 当然了 投靠二位债主 收不收 那还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这个心气已经定了 投靠您二位债主 总得有个觐见之理呀 我拿不出有份来的东西来 像您这样的大山寨 像您这样的债主 我要给您滴了仨锅俩枣的 恐怕您也放不得眼里 我就想得给您拿一个像样的礼物 最终我这个机会就来了 大金国有一个王子 上北口外去挑选的好马 挑马的这个人还真有眼力 也不在什么地方 找到了一匹宝马良军 这匹马我可认识 此马名叫赵叶玉狮子 又叫千里玉狮子 是一匹白马 这匹马提着位高八尺 头着尾长长二 刀浪波小脑瓜 大铁弯小铁碎 此马可以日行一千夜走 八百两头加加劲 是两千多里地 可以说是神居宝马 一般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东西 可是这个人居然把这马买到手了 他买着这匹马想要带回大金国 在殿坊里边被我给发现了 我一看这么好的马 怎么能给大金国的人去骑呢 哎 我想把这匹马献给大寨主朝天王 所以我跟他在殿坊里边住了的时候 我就盯住他们的行踪规律了 瞅他们不注意 我就悄悄地把这匹御狮子马 我就给偷出来了 跟您不说假话呀 偷的就是偷的 我偷着这匹马 骑着就够奔梁山 我觉得梁山寨的大寨主 肯定有好马 但是未必有像御师的这样的好马 即使你有了好马 我再给您送了一匹也不算多 可是我骑着马走到灵州地界 有一个地方叫曾投市 到曾投市那个地方我就住了店了 嘿嘿 事不凑巧啊 半夜里有茶店的 茶店的这小子听说是曾投市 曾叫五虎的其中一虎 姓曾叫曾飞 这个小子领着十几个亲随人意 到店房里边一眼就把我这匹马给看上 就问这马谁的 我说是我的 他说你这匹马我买了 我说你买我不卖 他说你不卖不行 我说没听说不卖还不行的 他说到在我这个地方 你是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你要不卖的话 我就把你的马牵走 我说你把我的马牵走 你敢 他说我怎么不敢 我不但能把你的马牵走 你再不服的话 我把你这人都抓起来 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我是一个人的 他是一帮人的 我斗不过他呀 事到如今 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 我压一压他 我说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的吗 他是谁的 我说这是我 托人给梁山寨买的马 我是马贩子 谁让我买马 我都给买马 我从中赚钱 水不梁山一号大寨主 拖塔天王朝盖 让我给他买匹好马 我在北口外挑了这匹马 挑来了 你小子有胆子敢把这匹马牵走 我到梁山寨我就告诉朝盖 朝盖要是知道有人敢解夺他的马 肯定就得发兵来争较你 你怕不怕 我以为说完了这个话 这小子肯定就害了怕了 不敢要我的马了 嘿嘿 还没想到 我说完了话 还倒坏了事了 那曾奎把眼睛一立了 哦 你跟梁山寨的盗匪串通一气 这匹马我更不能给你了 你告诉那朝盖 他要想要马的话 就上曾投市这来 我曾投市 这已经摆好了阵势了 就等着他们梁山这帮人来呢 我曾投市订了五十辆木龙丘车 每个木龙丘车前面都挂了有牌子 给他们梁山寨所有的收领都号上号了 第一辆木龙丘车就是朝盖的 朝盖呀 宋江啊 什么林冲啊 胡彦卓呀 让他们都来吧 他们要来到我曾投市 我一个个把他们全都抓住 塞到木龙里边借到东京便梁 龙楼见地 勤工受赏 我一听这个 我就不敢惹他了 最后这小子把这马就给愣牵走了 我心想 马没了 我还能上梁山吗 我就赤手空拳到这来呀 我又一转念 没了马我也得来呀 我得把这事跟您说清楚 所以我贸然就闯上了梁山 我是到这来入伙来了 给您带了一匹马被人劫去了 不知道几位寨主能不能收留于我呢 金毛犬断井柱说完这一番话之后 朝盖听完看了看宋江 宋江瞧了瞧断井柱 断井柱 你所说都是真吗 二位寨主 如果我说的话您不信 您可以派人到曾投市去打听打听 可以证明我言之不虞 嗯 朝盖说这样吧 既然你来了 那就是瞧得起我水破梁山 到我梁山上来入伙的 一不看你家财多少 二不看你地位高低 只要是你对我梁山寨有一片成心 我梁山寨一概收留 段静忠 你就留在我的山上吧 朝盖一说这句话 金毛犬断井柱 赶紧又重新跪倒磕头 多谢寨主收留 朝盖说你所说的话 我需要派人去打探打探 看看那个曾投市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真要是像你所说这样的话 我梁山绝不能轻饶慈悲 寨主 您尽管派人去吧 当下朝盖立即派神行太保戴宗 你到曾投市去打探打探 打探的结果 速速禀报我之 神行太保戴宗 马上离开了梁山寨 就奔曾投市去了 四五天的功夫 神行太保就回来了 神行太保嘛 他腿得很快啊 他腿得快啊 回到梁山上一见了朝盖和宋江 向二位哥哥禀报 说这个曾投市啊 我去打探了 果然像金毛犬断井柱所说的那样 这个曾投市啊 一共有三千多户人家 简直就像一个小县城一样 曾投市里边最大的一家 就是曾家福 曾家福的老太爷 叫曾长者 这个人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 现在是退隐临下了 这个曾长者有五个儿子 这五个儿子都精通武艺 长子叫曾图 四子叫曾僧 三子叫曾索 四子叫曾亏 五子叫曾生 这五个儿子在曾投市 何称曾家五虎 这五虎呢 还有一位老师 总教师爷 此人姓史 叫史文公 还有一个副教师 姓苏叫苏定 他们手底下 有两三千土兵 整日操练 为的是保护曾投市 据我探听所知啊 这个曾长者 跟祝家庄的祝朝凤 他们两个还是不错的 听见祝家庄被我们踏平之后 曾长者大有一番 要给祝朝凤 报仇血恨的气魄 他们的那操演兵啊 真打算要和我们梁山宣战呢 段景柱说的不假 他们打造了五十多辆木龙丘车 这木龙丘车 都是砸上铁皮 钉上铁钉的 而且在曾投市里边 街头巷尾的儿童之间 传播这一首儿歌 这个儿歌呀 我一听 就是他们有意的 交给这些孩子的 让这孩子们玩的时候 到处传送 吼 朝盖说 什么儿歌 他这儿歌呀 我听了一遍没记住 为这个事 我找那小孩呀 让他给我又说了一遍 我一句一句记下来的 说着话 戴宗优达兜里边掏出个纸条来 您听 我给您念念啊 窑洞铁环陵 神鬼都担惊 铁车安铁索 上下有尖钉 抓住朝天王 压着上东京 生琴及时雨 活捉至多兴 增加生无虎 天下都闻名 戴宗把这儿歌念完了之后 黑旋风李奎在旁边 嗷唠一声就蹦下来了 他娘子 这是神巴东县 大哥快点发兵 把这个曾投市 给他踏为平地 宋将说你不要吵吵 我们自有办法 朝盖听完这儿歌之后 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 先帝 如此看来 这曾家无虎 曾投市的首领 猖狂一击呀 他们在下边 散布我们梁山寨的坏话 破坏我们梁山的名誉 我们应该兴兵前去逃吧 宋将说是啊 我看应该如此 我们弟兄们商议商议 于是 朝盖宋将军事无用 入云龙公村盛 豹子头临冲 双边将胡彦卓 几位主要首领 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什么会议 军事会议 打不打曾投市 最后决定得打 怎么打 带二十名首领 点三千楼兵 购奔曾投市 要把曾投市踏平 谁带头去打呢 宋将提出来了 大哥 还得我去呀 您是以山之主 得压住山寨 朝盖说 先帝 打到梁山之后 我是一次也没下山的 这回 我想要亲自去一趟 你呢 领着众位弟兄 南征北战 东挡西沙 立下了十大汉马功劳 我作为梁山上的总首领 怎么我也得出一回阵呢 不然的话 弟兄们会说 我这个当大哥的 就会在山上看家 宋将一听朝盖说这句话了 宋将又不好说什么了 大哥 如果这样的话 您就多带些兵马 朝盖说不用多带 我想三千楼兵足矣 我再带二十名首领吧 带着谁呢 他们最后商量决定 带着林冲 胡彦卓 徐宁 慕洪 刘唐 张恒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阳雄 石秀 孙丽 黄信 杜谦 宋曼 雁顺 邓飞 欧鹏 杨林 白胜 一共二十个头领 加上朝盖 是二十一名 三天之后 朝盖亲资带队 二十一名首领 各领着自己的一路人马 合在一起三千人 这支队伍 掩齐西谷 又敲渡到增头市 因为路途上要经过周城府县 这周城府县呢 都是大宋朝管的地方 怕大宋朝的官军 知道这是良辰的队伍 对他们进行截杀 这支队伍 就这样非常顺利的 过周城京府县 来到了增头市 到了增头市之后 距离增头市十里地 安营扎寨 朝盖 升了大仗 大仗里边端然稳坐 吩咐赤发鬼流淌 和白日数白胜 说我派你们两个人呢 先到增头市周围附近 探看一下消息 看看我们兵马到此 他们知道不知道 同时呢 也观看一下增头市的地形 回来禀报于我 咱们好决定如何打法 刘潘和白胜 两个人化妆成平民百姓 离开了大营 就构奔增头市进发 他们两个走了之后 朝盖在营中挡着 可是他们两个去不多 是很快的刘潘和白胜 就回来了 慌慌张张面有 金色尽刀 大仗一声禀报 报 大哥 大事不好 怎么的了 我们两个还没等到 增头市去探听啊 增头市已经发来了 很多人马摇旗呐喊 奔咱们大营中杀来了 朝盖一听 他们知道的好快呀 众弟兄 准备迎战